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部《一个小男孩和一条龙》的故事 影片背景设定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冬天 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奇的部落 部落里有一个敌人 就是龙 龙不断地掠夺他们的食物 但是人们并不想移居他地 就在这里与龙战斗 随着时代的变迁 斗龙成为一种家常便饭 部落有自己的首领 他是部落中最强的屠龙高手 男主就是部落首领的儿子 他暗恋着自己心中的女神 但是由于男主斗龙技术不怎么好 女神对他有些许失望 为了得到女神一笑 他研发出了一个抓龙的机器 一天龙族再一次袭击部落 男主用这个机器击中了名为夜煞的龙 可是男主却心软了 对夜煞煞不去杀手 最后还放走了夜煞 男主回去后就放弃了做一个屠龙勇士的想法 但是父亲却下定了决心 让男主参加屠龙勇士的训练营 而父亲却启程寻找龙潮 在参加完第一个课时后 男主表现很差 就来到了一个小山谷独自忧伤 却没想到遇到了夜煞 夜煞出了问题 没办法正常飞了 所以男主逃过一劫 回到部落后 还被自己的女神一阵嘲讽 男主第二天依旧去寻找夜煞 还带了一条鱼给夜煞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天 男主和夜煞的感情越来越好了 男主发现夜煞不能飞 是因为尾巴受伤少了一半 男主又翻布将他的尾巴补全 不过却需要男主操控 才可以正常的飞行 男主因此成为了史上第一位龙骑士 随着男主操控技术日渐成熟 男主整天骑着夜煞到处飞 在他身上找到了驯服龙的很多种方法 男主因此在屠龙勇士训练营中 成为了最优秀的学员 在训练营的最后一堂课上 男主被告知需要杀掉一条龙 这让善良的男主很是困扰 而且男主与夜煞的关系也被女神发现了 男主无奈的带着女神到天宫中飞了一圈 夜煞带他们来到了龙巢 男主发现其实龙也是被迫无奈去掠夺的 龙要是没有掠得到食物的话 自己就会被远古巨龙吃掉 男主和女神心情沉重的回到部落里 最后一天在随伟的注视下 当然还有巡龙潮失败归来的父亲 男主本来想驯服那条龙 却被父亲阻止引发了人龙大战 夜煞很担心就去部落救男主 看到夜煞部落的人都很亢奋 男主让夜煞不要伤害到人们 但是人们却抓住了夜煞 后来在和父亲的交流中 男主透露了自己去过龙巢 听到这个消息 父亲赶紧带上夜煞去寻找龙巢了 这时飞出了很多条龙 他们来不及伤人只固着逃跑 这时那只最大的龙出现了 父亲的疑惑被解开了 他突然觉得是自己错了 这时男主也赶了过来 在父亲的帮助下救出了被绑在船上的夜煞 男主骑着夜煞化身为龙骑士 和巨龙开始了大战 远古巨龙很气 在空中愤怒的攻击他 使得夜煞的翻部尾巴着火了 不过男主运用身法 使得从天而降的巨龙撞到地磁棒 男主也被巨龙尾巴甩刀从天上掉了下来 夜煞在极其惊醒的情况下 接住了男主 可惜男主失去了一只脚 最后附罗人民和龙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影片片名许龙高手 我们下期再会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